急性肠胃炎的症状是什么? 急性肠胃炎的症状是什么?宝宝急性肠胃炎的症状? 如果粗心的家长不小心喂给BB生冷,刺激性食物,没有控制好BB的饮食,或者让BB腹部受凉的话,都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肠胃炎。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宝宝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吧。 急性肠胃炎症状因病因不同而不一致。 由此急性食物、酗酒引起者,多有负上去的不适、疼痛、食欲缺乏、恶心、呕吐等。 由药物和应激因素引起者,起病前一般无明显不适,或仅有消化不良症状,但肠胃原发的严重疾病所掩盖,可以突然发生的黑便或偶续为首发症状。 偶宝急性肠胃炎症状因病,随着脱水,轻度脱水可以采取口肤补液,中度,重度一般要采取静脉补液疗法。 如果继续有呕吐、腹泻症状、精神萎靡 建议去医院输液、幼儿脱睡容易引起高热、抽搐等症状 宝宝急性肠胃炎怎么办?宝宝生病,妈妈担心 当宝宝患上急性肠胃炎时,宝爸宝妈们应该是整颗心都揪起来了吧? 如果因为之前的疏忽而使宝宝患病,家长不要太过自责 尽快给宝宝最好的治疗才是关键 你知道宝宝急性肠胃炎该怎么办吗? 一、明确宝宝急性肠炎的病因 如果是消化不良引起的,可经调整饮食 选择清淡易消化食物,可配合药物治疗 如服用乳酶、酵母片等 二、注意宝宝的饮食卫生 一定要做好宝宝饮食的防卫工作,避免生冷食物,并做好腹部保暖 三、及时补充水和便解质 严重腹泻会使宝宝出现脱水现象 家长要做好护理工作,以防宝宝肠胃炎加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